我想問問看子哲 會不會覺得說這很諷刺 這個是怎麼樣 心虛嗎 我先列起來 然後呢 這個所有的東西 都跟我們民眾想的是不一樣的 然後這個東西 謝忻你這很明顯就是假訊息 假消息 明明就零書芬禁止的 結果他還跟你扯說 你不要亂看電視 亂看廣播 別人給你的二手資訊 讓你更笨 謝忻坦白講 已經很久了 很久沒有人提到他 或被討論了 那當然他講的這個事情 兩三下就可以反擊了 尤其剛才講的那個林淑芬委員 是少數民進黨裡面 願意在萊豬上 持反對的立場 那另外當然還有這個何志偉 被稱為死小孩 那坦白這是民進黨少數 但是即便是少數 還是有人站出來講真話 這個坦白講 就這一個部分 是要給他肯定的 換言之 謝忻你完全沒有看新聞 或是說沒有關心到 這個黨內還有這一些 統治有這樣說過 那另外更離譜 就剛剛這個賓哥講了 台灣已經吃了20多年的 這個所謂口蹄翼的豬肉 都沒事情了 他是為了要證明就是說 你那個萊豬也吃了也沒事 可是問題就是說 你這樣的又拿這個理由去反駁 完全是跟事實完全相違背的 這怎麼可能 坦白講如果口蹄翼豬存在 而且還吃得到 那請問我們怎麼通過這個 這個世界這個OIE 這個給我們的這個什麼 認證 就是拔針 這個口蹄拔針的這個認證 換言之 這個事情完全就只需烏有嘛 那當然我覺得 他們現在有點離譜了啦 為什麼 剛才這個家園特別講 他們現在又要 民進黨又要票選 對啊 好諷刺 對啊 票選十大假新聞 這個很難得 這個民進黨願意自我檢討 自我反省啦 可是我看起來 他們應該列的 應該都不會有自己 可是大家都知道嘛 民進黨政府上來這幾年 他們就是最大的假訊息 假消息的製造者 你包含這個羅列了 這太多了啦 那當然就是說 你如果要講 就大家最新知道的 或者說大家還記憶猶新的 你包含這個什麼 這個冠軍 這個皇家牛肉麵店 不是假訊息嗎 你說人家用的是什麼 罕有萊克多巴胺的牛肉 可是人家用的是美牛 但是怎麼樣 是不含 不含 萊克多巴胺的 就假新聞嘛 假訊息 對 所以呢 丁怡明下來了 是不是 所以就是說 民進黨自己就是做假訊息 結果他今年要做這個排行榜 這是令人啼笑皆非啦 我希望 我希望他們做這件事 千萬不要再做假訊息 這件事情 你要做假新聞 十大排行榜了 這件事情 千萬不要再假訊息 要做就做真的 你讓全部這個網友 或者說民眾投票 開放投票 公平公正公開 我相信啦 我相信民進黨應該會名列前茅 可是問題是 現在呢 當大家都說 他講那個假的 假的為什麼不去辦他 不去處理一下 或者甚至把他列入假新聞的票選也可以啊 反正你們現在正在辦嘛 不是嗎 可是 有人就算是說真話 一樣會被辦啊 一樣被查水表啊 動作好快 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消息 就是這位蘇偉碩醫師 高雄榮總的前任醫師 他呢 竟然被查水表了 16號收到了這個通知書 這個收到了這個通知書長這樣 高雄市政府警局 這個應該是三民區那邊發出來的 然後呢 這個上面當然有他詳細的資料 大家看一下 我看到這個時間我嚇一跳 12月25號的下午10點鐘 就是晚上10點耶 叫他去 怎麼怪時間啊 晚上10點 也要他去啊 那個是聖誕禮物 聖誕剛剛出來道歉了 剛剛出來道歉 是早上的 他說因為剛剛下午了 他說因為以為他看診會看到很晚 所以配合他的時間 這樣子耶 才真貼心就對了 他剛剛出來道歉 好啦 那就跳過好了啦 不過說實在的這個 你看 12月25號這一天 那天是立法院在表決耶 對啊 對不對 佳妤 而且那天 那天會不會記名表決 大家都認為應該要記名吧 應該不會吧 民進黨怎麼可能會跟你記名表決 政策通通都記名表決 可以嗎 不是你們全部都按一樣的 然後什麼記不記名 不啊 上面會有記錄啊 對那就全部都會按同意 不啊 可是就有你的名字啊 對好啦 那就是全部都同意的記名表決 因為民進黨是鐵板一塊的啦 不過呢 不一定了 可能有人會記名 可能有人不留 那有可能棄權到那個翻盤嗎 應該不會吧 不可能 應該不可能吧 怎麼可能啦 我們問網友你覺得說 我們問一下網友 那個蘇醫師 因為呢認為萊克多班有毒 跟大家揭露了 可能有一些危害的問題 結果就被查水表了 這個是不是有一些政治上的目的啦 我們先問一下網友 來我們先問一下 大家可以在上面表達一下 賴老師你怎麼看 這怎麼那麼巧啦 他才一講完 然後結果就要被查水表 叫他去警局說明 還說呢 警方說是衛福部告發的 對 這點我不太理解在哪裡了 就是說警察看得懂他的證明書嗎 就是說他的專業的證明書 因為他是一個資深的醫生 很有經驗的一個醫生 那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這個醫學系畢業的 他們是讀七年 他們嚴格上來講 不需要一定要讀到博士 他們可以以他在行醫 然後在學校裡面 去當兼任的講師 助理教授 教授教授身上去 他不一定還要再去修一個 所謂的博士 因為他本身在醫院行醫的時候 他們通常也同時在做研究 也一直在學術界發表報告 因為他們的訓練是很嚴格的 所以一般來講 一個醫生他所提出來的報告 都是經過很多次的檢驗 而且他們本身的化學的知識 是非常豐富 物理學的知識 生理學的知識 生物學的知識 藥學的知識 藥理學 他們的知識都很嚴謹 都很扎實 尤其你能夠在這種國家的五級醫院 像榮總這樣的一個五級醫院裡面 這麼大型的教學 對 這樣的一個教學醫院裡面 他們很多的醫生 這些資深醫生 本身都在醫學院教書 對 所以他們本身的研究都很扎實 而且都有儀器設備在去證明 換言之也就是說 其實萊克多巴胺含不含毒 這個事實上在醫界裡面 很早就告訴你說他有含毒 是 這醫界裡面有 這也就是為什麼會在WTO討論的時候 那歐盟跟這個美國你看彼此之間對抗得那麼厲害 美國自己也知道他含毒 所以美國才會同意說 例如說那個BPM的這樣的一個要求 就是你可以從此你就可以知道 美國自己也知道他們當初不是為了要開發 他是萊克多巴胺 他原來是要研究一種藥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這個東西 可以對於豬或是對牛的 這個會產生變化 那把它用在動物身上 可是後來證明動物本身的體態 還有他的情緒 他的神經 他各方面都會受到侵蝕 受到傷害 因此很多人很清楚的知道 他轉嫁在人身上也會有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這個王醫師 王正前王醫師 他有提到說 應該是哪一個醫生 他有提到說 他們更擔心的是他的潛在性的影響 就是對於人類DNA的一種潛在性的破壞 那目前來講 因為你要追蹤很長的時間嘛 所以他們目前來講 只是根據醫理的推理認為 可能會對於DNA會產生破壞 但是整個證據還要很長的時間 才能夠調查出來 既然是這樣子 一個醫學院的畢業的學生 然後資深的醫生 在教學語言裡面工作的一個醫生 他所發表的一本論文 一篇論文 你這個警察 接受你的政府單位的要求 就把人家找去問話 我覺得這個 我們親愛的觀眾朋友 您能忍受嗎 那這樣以後 哪一位大學教授 敢發表跟政府意見不同的 學術上的論文 所以蘇醫師才在講 你看他在15號的時候 他還去參加台中市議會的一個記者會 他當時他當然講了很多 他就是告訴你 而且他說有醫學的這個研究報告 都曾經已經告訴你 那個萊克多巴胺萊劑的危險性 傷害性 可是他也講到 他說現在這個時候 要講真話要有很大的勇氣 而且他特別還說 他說他是這個 他有孩子 他還說除非家裡沒水錶 然後呢 現在呢就是根據這個 這樣子一個報告 要告訴大家真話 而且他擔心的就是說 萊豬進來之後 健康怎麼辦 我們的下一代 孩子們的健康怎麼辦 他還是站出來講啊 是啊 他不怕被查水錶啊 對啊 但是就真的就會被查水錶 我補充一下 剛才我們的網友很多啊 都在講 熱烈說這就是查水錶 這就是查水錶啊 然後呢還有什麼 還有說綠色恐怖戒嚴了嗎 已經戒嚴了 是啊 我們應該支持這位醫生 我跟你講啊 蘇偉碩跟我們以前是搞學運的 他是野百合出生的 那個三民二分局已經說明了 這個是刑事局交辦 然後刑事局是衛福部告方 就是衛福部啊 就是衛福部 是是是 那如果衛福部對一個醫生講話 可以用這種手段喔 對 那歐盟他應該全部去告啊 對啊 我也覺得 歐盟的人不是認為萊豬也有毒嗎 對 對不對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用同一個標準嘛 就是一個醫生他有他的立場 他有他的引述的來源嘛 然後你因為這樣衛福部就提告 他們衛福部是用什麼 食品衛生管理法的方式來 那個是行責耶 對對對 用這個方式來除 不是社會法是刑責的法 而且所以現在很好玩 就變成說 不是政府要去證明萊豬安不安全喔 是要反對者來證明萊豬是不安全的 不然我就要約談你 你提出一些科學報告 醫學證據 沒有用啊 你提出來的 然後呢 政府不理你 那你講的話跟政府是衝突的 怎麼辦 哎呀 我先把你叫過來警察局 讓你們的寒蠶效應一個一個開始 這個他有一點故意啦 為什麼 因為他事實上現在是在台北就業 對 他由高雄約談 你還要坐火車下去啊 這也太麻煩了吧 就叫他什麼 那除非他要移管轄權移到台北嘛 對啊 就故意刁難嘛 公公有一點奇怪 因為他那個上面 通知書上面還寫得很仔細喔 所以叫他帶證明萊克多巴胺 對人體影響的什麼 相關的這個證明文件 然後帶去警察局 那我想請教一件事情 他帶去了 請問一下袁謹你是看得懂嗎 對他看得懂喔 你是哪一間大學醫學續業 不然的話你看那個報告 那報告上面寫什麼 我跟大家承認 我完全看不懂 那請問一下 你叫人家帶那個報告去看什麼 他可能連萊克多巴胺的英文都看不懂 所以我覺得 正確的處理方式假設 衛福部真的對 蘇偉蘇醫師的 發表的東西有意見 你衛福部可以去跟他討論這件事情嗎 是啊是啊 你們都是醫學專業人士 你們去討論嘛